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响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侯小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清华大学精管学院EMBA 原新浪网副总编辑 为新浪博客的博星 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新浪的曹国伟说了一句话 他说某种意义上你救了新浪 他为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从新浪移植加盟盛大 担任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 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在付出 你也在付出 你付出信任 如果付出的是我的梦想 他是有文人典雅气质的商人 也是创业型的职业经理人 但是他坚信他一定可以找到他自己狗 11天之后他找到我 如果没有信念 如果他不能够协调资源 如果他不能够尽心尽力 他就一定找不到 这样的人他就可以从一年40万 赚到2400万 今天盛大文学的首席执行官侯小强 将和我们共同分享 如何做好职业经理人 何总你觉得其实面临选择的时候 他应该去看这种什么东西 我们总是不能被自己的某一点情绪 某一腔热血牵引你 我们突然说那个人感觉面向还不错 我就去了 我觉得这也不对 工厂来讲 我觉得大家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要理性 这些理性里面包括 现在的平台和未来平台的对比 现在的老板和未来老板的对比 现在的收入和未来收入的对比 等等 这些还是要去做一个盘算的 其实选择你的老板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这个领导 你就是这个天桥他选择了你 我自己做最关键的决定 会按照我的直觉 因为当时我从新浪去做这个盛大文学 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赞成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个从北京到上海 而且当时新浪品牌也是不错的 盛大文学是没有品牌的 我是他第一个盛大文学的员工 我走的时候 我辞了四个月的职 然后走 而且我走的时候 曹国伟是要求新浪的所有管委会的成员 不能请假 要一起陪我吃饭 然后这个曹国伟呢 说了一句话 他说某种意义上你救了新浪 是因为博客吗当时 对 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新浪从来没有为一个离开的人送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呢也都不太希望我走 甚至新浪的人都说过 我可以不工作一年两年 等我想工作再回去工资照发 而且我走的时候新浪给了我非常多的齐全 而去盛大呢 陈天桥并不了解 所以我当时选择的时候 我第一评直觉 第二就是评陈天桥一个梦 他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版权 而这些版权的未来应该通过多个渠道 到达电视 影评 到达书 到达手机上 变成一个角色等等 我觉得这个梦也是我的一个梦 就是它清晰可见 就像有的梦 我们起来之后就什么都忘了 有的梦却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甚至指导着你以后的人生 我觉得陈天桥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一个有梦想的人 总是容易吸引另外一个有梦想的人 所以他跟我沟通那个时候 其实我被打动了 所以我把一切我觉得都不重要 因为那些东西你都是可以去算的 但是真正就像我们遭遇一场爱情的时候 你其实你会发现 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你去算的 它的条件到底有多好 它到底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与那些都没有关系 它就是你的一种感觉 我也经常跟别人讲 我说尽管他是董事长 我是CEO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的观念里边 我们就是一次结婚 什么样的感觉 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它不一定是理性的 所谓的理性就是说你要去考虑清楚 到底应该不应该去 比如说陈天桥这个人跟你沟通了 到底怎么样 这个公司有没有前途 然后去上海的成本有多大 等等等等 因为我要放弃我北京的朋友 家人的一切都要放弃 但感觉就像你喜欢上一个人一样 除了梦之外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你也会考虑吧 对 但是当时我肯定不会那么去了解 我甚至也没有去打听 他到底跟他的同事是怎么沟通的等等 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如果你要是相信你 即便他非常严厉 觉得这些都不是让我考虑的东西 因为你只要相信自己 相信他 相信他呢 不是说相信他的性格 相信他的某一个东西 而是说相信他给你描绘的前景 我觉得就可以了 你觉得老板跟职业经理人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夫妻关系 很简单 当我放弃了我的职业 去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在付出 你也在付出 你付出这个信任 付出这种酬劳 我付出的是 同样我有我的梦想 有我的劳动 也有对这个企业的爱 我觉得我在生大文学三年多 我可以这样讲 我说我所有的时间 都是围绕这个公司来 然后我所有的资源 都是围绕这个公司来 然后我所有的智慧 也是围绕这个公司来 我觉得我不能说 我做得有多好 但是起码我觉得 应该说我还是非常尽力的 然后去做这个公司 我没有把这个公司当成是 我收养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我还是把它当做 我的自己的孩子 然后去一点点地去呵护它 然后一起和陈天桥 然后把这个养大 对于我来讲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直到今天我也不会觉得 我是给别人打工的 我以后要怎么怎么 离开这个公司以后 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我一律都没想过 我觉得我想的就是 好你把这个公司交给我了 那我就要有责任 有义务把这个公司做大 可能说我做得还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没有人敢说 我不尽力 所以我是对得起这个嘱托的 这个嘱托就是说 一个人把一个事交给你了 对吧 你尽职尽责 我觉得职业经理人 在中国往往是被丑化的 大家觉得职业经理人 都是在这个公司待 待一段时间 去另外一个公司待 那么多年 整个中国都是缺这个 职业化的这个 所以我给我们 盛大学的管理层 我就提了三个要求 我说第一个商业化 第二个职业化 第三个移动化 商业化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考核 你投入产出比 都要考虑 你花了个公司多少钱 能赚来多少钱 职业化呢 就无论你是职业经理人 还是创业者 都必须要职业化 我给职业化规定的 非常细一二三四五 然后比如说 这里边有普世的那种 像说到做到了 然后另行禁止了 然后等等等等 我就一直不厌其烦 在讲这个职业化 我觉得职业化 就像职业化军人一样 他同样有专业的素养 同样也对这个企业的忠诚 就像是狗都不是我们生的 但是你要受养一只狗以后 你真的会把他当儿子一样 那种感觉 养狗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说建立一个信任非常难 因为你要通过 一百件小事 十件大事 然后一两件最重大的事 来建立这个信任 但是信任坍塌 是非常容易的 老板的情绪 就是小孩的脾气 六月的雨 所以你不要太在雨 但是就是你一定要用心 他有可能说的是对的 你也觉得你有可能是 对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还是以你老板的 这个意思 因为他可能掌握的信息比你多 他占得比你高 做决定的时候 比你看得更远 信任在领导和下属之间 是特别宝贵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建立这种信任 你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你必须要跟你的老板 也要有一个定期的沟通机制 甚至每天 或者说每周每个月 哪怕是发一个短信 见一次面 聊一次天 打一个电话 我觉得都叫沟通 大家都说德才兼备 找一个人 德是第一位的 而德里边 第一条就是要同心同德 就你们要一条心 人家来请你来这 不是来给你拆台的 也不是说请你来这 这个不负责的 是吧 我觉得同心同德非常重要 要一条心 你看杰克威尔吉的《盈》 那本书里边 他就说要清除异己 这个公司所有人家 你不能用同样的文化 同样的价值观 同样的行为方式去做事 你一定被别人不信任 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会觉得 不是会很认同那种 整天围着老板 赚的那样的人 就会觉得 我把我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认为 CEO离职70% 是因为情商不够 情商其实就两点 第一点对自己情绪 对自己的这种管理 第二个呢 对人际关系的管理 那么情商不够 很多都是与董事会 根本不做沟通 我见过太多的CEO 跟他们董事会 不做沟通 一个月三个月 都不联系一次 那人家凭什么信任你 就像你养了一只狗 你养了一只狗 你三个月 五个月都不喂它 就像我在上海 养了一只狗 当然我最近经常回北京 那只狗见了 我就不理我 别人叫它的时候 它耳朵竖起来 马上非常欢快地去 摇尾巴 去跟人家别人沟通 我怎么叫它 它都不理 它完全把我忽略掉了 我觉得这就是 我跟它不沟通的结果 但是沟通不是说 你围着它转 它的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兴趣 所有的指示 那不是 所以我认为 沟通是 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是真正的 还是你要把事做好 你要会负责任 你要善于做决定 而且你要有明确的目标感 你要去把他的期望 落实成这个具体的 一件事 一件事地做好 我说建立一个信任 非常难 因为你要通过 一百件小事 十件大事 然后一两件 最重大的事 来建立这个信任 但是信任坍塌 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有一件事 做不好 一般的老板 你会发现越往上走 那些人对别人越苛刻 我指的是 做事上越来越苛刻 在做人上 他们可能越来越宽容 他可以宽容你 然后他会悲悯 他会宽容 他会授权 他会信任你 他尺度越来越宽 但是在做事上 哪怕是一个小事 他也会对你越来越苛刻 因为他会按自己的要求 标准来要求你 他希望你跟他一起成长 我觉得一旦 你要是想要建立起 和你老板的信任 那你就每件事都做好 那么面对苛刻的老板 应该怎么样去跟他相处 我觉得就两句话 第一把他当小孩 第二把事当成自己的事 很多这种老板 都是情绪反复无常的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他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他有时候说话的时候 就不注意 而且也容易膨胀 这都很正常 等你是那个位置 你也许比他还要更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你就把他当一个小孩 小孩脾气 不也经常变来变去的吗 说了就说了 不要在意 很多人都是说了一句 我们看过一个 那个公务员之死 是齐科夫写的 还是谁写的 就是说他打了个喷嚏 然后唾沫见在了前面 他上司的那个光头上 觉得那个人回过头来 哀怨地看了他一眼 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清算他 过了几天郁郁而终 其实那个老板 就根本就不知道 他发生了什么事 老板的情绪 就是小孩的脾气 六月的雨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 但是呢 做事你一定要用心 我觉得用心和不用心 是不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 去看那个曾国藩的 那个吕败吕战和吕战吕败 我听不太懂 我觉得他在玩一个文字游戏 但是后来发现 吕败吕战和吕战吕败 是不一样的 吕战吕败就说明 这个人就能力不行 打仗老输 但是吕败吕战 却说明他非常坚韧 即便输了 因为我接受你的嘱托 必须要慢慢地打赢仗 所以你看这个非常高的智慧 一般情况下 老板最接受不了的 就三个东西 第一 他说的事 你记不住 不按照他说的这个事 然后去执行 还有这个最不满意的就是 老师犯同样的错误 不跟他沟通 他说了 你非要去做B 就确实你会发现 职场里面经常有这样的 还有一条就是不用心 用心不用心和结果 不矛盾 但是呢 他有时候 你即便做不好 但是用心不用心 他是能可以看得出来的 你比如说你打了50个电话 打不通 你也不知道发一个短信 你也不知道找一个备份 我就是不叫用心 当然最不满意的就是 结果总是出不来 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去筹准 他这个 共同老板不喜欢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要规避掉 然后真正地把事做好 把他当小孩 这个我特别好奇啊 是不是就是要心大一点 别那么太在意 顿感力 什么叫顿感力 我们对一切都很敏感 但你不会觉得委屈吗 没什么委屈的 他说就说 他有这个资格说 你就让他说去呗 他确实冤枉你了 或者委屈你了 这怎么办呢 他委屈就委屈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昨天跟一个人讲 我说这个宇宙有一个基本的道理 我是特别坚信的 付出及得到 付出及得到呢 我觉得就三句话 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你付出得多少 得到多少 第一句 付出正面的 得到正面的 付出负面的 得到负面的 第三 付出的你今天得不到 明天也会得到 他委屈的 你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他是给你增加 你的力量的手段 当然有一些 很明显的 你可以一解释 就解释清楚 那你就告诉他 这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通常情况下 一般他能趴到 那个老板的位置 他就绝对不会 随意地去冤枉你 他冤枉你 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比如说 本来不是你做的 是吧 他说是你做的 这种东西是很客观的 你就要告诉他 不是你做的 但有些东西呢 他可能对你希望很高 虽然跟你说了A 但是他希望你达到B 你呢确实只做到了A 没达到B 他也会所谓的冤枉你 比如说你觉得 你做得很好 他还不满意 是吧 这时候你也经常会有受挫感 觉得被冤枉了 很委屈 但通常情况下 这说明他是对你有重大的期待的 还有些时候 你们的理解不一样 他跟你下一个命令 实际上他是背后有一个深层的含义 这个含义你根本没有理解 或者说情况在变 你呢却拿着他的一个教条 然后去执行这个事 情况变了 他当然也会去骂你了 举个普通例子 比如说现在是阴天 那你就带一把伞来 结果过了一个小时 晴空万里 你呢又拿了一把伞 占了他的地 他这时候 你怎么拿一把伞来啊 他都有可能去说这样的话 是为什么 当时他让你拿一把伞来 是因为有可能要下雨 但是不下雨 你也拿一把伞 那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比较白痴 你要知道你的老板 他说的每句话 他背后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不但要知道什么意思 你还要去结合这个形式 然后去帮助他去做判断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要么就是 老板说一句话 他不当回事 要么就是说一句话 他永远不知道变通 这些时候都会给你造成 你觉得很委屈 但实际上对于老板来讲 那我觉得就应该骂你 所以通常情况下 当你觉得老板冤枉你的时候 我觉得90%都是 你自己根本就没做好 就像我们在台上当老师 其实每个学生干嘛 他都知道 睡觉的 传纸条的 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不说而已 他要说你 你可能还会狡辩 你说我没看啊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老师在上面骂你 你觉得非常委屈 是 我觉得一个特别喜欢犯错的人 总是容易特别觉得委屈 一个总是检讨自己的人 他一定会做的事特别好 一个总觉得自己很委屈的人 他一定是很多事都做不好 包括你们周边的人 委屈多抱怨多的人 一定是不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反倒是你没有委屈 或是说即便有委屈 他也能谈人什么 这种人能成大事 你的意见 或者你的观点 跟老板相左的时候 你还仍旧希望坚持你的 这个看法跟做法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呢 几个原则吧 第一 这个老板说的 可做可不做的 你就做 第二个 老板说了 一定要做的 你也觉得一定要做 那你一定要 不折不扣地把它做好 老板说了这个要做 你觉得肯定不妥 也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他有可能说的是对的 你也觉得你有可能是 对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还是以你老板的 这个意思 因为他可能掌握的信息 比你多 他站得比你高 做决定的时候 比你看得更远 所以这个时候 通常情况下 你可以做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你觉得老板说的 肯定是错 你毫无疑问 你认为他错的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 要去跟老板再沟通一次 去说服他 如果实在说服不了 你也沟通了 那你乖乖地 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吧 但是有一种情况 你认为 你跟他沟通了 他一定会把你骂回来 但是你又认为 这个事一定要去做 对啊 而且你对结果 一定能承担负这个责任 那你就大胆地去做 我们经常会发现 你想要做很多决定 未必 最终结果是对的 但是老板 他可能认为不对 对 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我们身边很多人 可能有时候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你能坚信 这个结果 如果你敢于负这个责任 那你就去做 像乔布斯这么独裁的人 他经常骂别人 说你这个就是一堆狗屎 习惯了你也就知道 他就说一说而已 但是呢 他有时候也会提一些具体的东西 他强行地要求大家去做 通常情况下 他都是对的 但是他是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对呢 比如说 他在弄一款机子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了 这个时候 他底下的人也有 没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反而把结果弄得好 那这个时候 正常的老板 正常的领导 都会去表扬你的 你只要你坚信这个结果 而且你敢于 对这个结果负责任 你就大胆地去做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你必须要保持你的独立性 所谓独立性 它就是说 你不能依附于任何人 而要依附于事实本身 去做决定